中国有一句古话说 世者为大 不管生前如何 到了最后一刻 都应该给予世者最起码的尊重 黄家军离世前是从高速衰落 远在日本而他身边的助理 哪怕是观众没有人愿意放弃抢救他 虽然很遗憾家军最终没能活下来 张国荣在舆论节那天 从高楼一跃而下倒地身亡 当时他的助理第一件事是做什么 是拿衣服把张国荣的头给抱住了 为了不让狗仔队拍到那些惨状的照片 避免媒体带做文章 不得不说这样的助理是值得赞美的 而梅艳芳是倒在了刘德华的怀里 安静地离开 张国荣失厌世了 梅艳芳生了疾病 这是自身带来的痛苦无法改变的事实 一代巨星陨落 粉丝都会悲痛欲绝 而高一祥呢 他一生善良耿直温厚 可人间若苦一样没放过他 七年前的王立川 好像他把自己的人生重演了一般 距离的少华 是对生病的立川照顾有加 而巨外的华少 又做了些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呢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三十五岁对一个男人来说 正是卢华的年纪 这个时候成熟的标志 该是事业有成 娶妻生子的年龄 而对以祥来说 却是一个转折点 一个永远无法改变 无法让他醒来的转折点 看到很多报道说 因为你的不听话 所以他们想尽办法玩弄你于鼓掌之间 绝对多数的粉丝是愿意相信的 因为你真的太惨了 别说是艺人了 就是路人倒地了 也会有人进行抢救 打120 而你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得到 渴了不让喝水 累了不让停下来 感冒了不让休息 My God 这是人干的事情吗 倒地的那一刻 你的身边有多少财狼虎豹 就那样眼睁睁的看着你 饥寒交迫 身心疲惫的 慢慢痛苦的声音 慢慢痛苦的离去 没有锐内 没有记穿 也没有小秋 有的只是你带不走的无奈 破碎的至尊 祸仓 仿佛脱运 每每看到这三个词 我除了恨 什么都做不了 想到你那双大长腿 怎么塞进那短短的水晶棺 仿佛处理是咋折腾你的 揪心的疼 心疼你成了别人的牺牲品 心疼你到死都没得到安宁 人性的恶 在他倒下的那一刻 长相得淋漓尽致 那么温暖 良善的人 竟有如此结局 在场的每一个都难辞其咎 好了 以上是我们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